只靠國民黨的病毒,副軍事還不夠啦 還要再加上 台灣第一不要臉的人黃國昌 這才能讓崩潰啦 副軍事啦 炒股票啦 那人贏一塊啦 炒股票 害死多少人家破產啦 啊這種人喔 現在啊 一個人指揮兩個黨 這是台灣啦 這是台灣的一個悲哀啦 所以我們要 呼籲所有的台灣人民要站出來 黃國昌,還沒副軍事還來啊 你出來,你出來 你怎麼說出來 我等你啦 我在等你啦 你自己出來啊 你過來你過來 主席 各位同仁 各位在立法院外 跟我們一起捍衛民主的各位好朋友 今天 在立法院 國民黨沒有過半 為什麼可以黑箱作業 強行通過這些惡法 是因為啊 有黃國昌啊 為虎作倉啊 我引用一句 徐巧新的名言 傅昆琦啊 就是國民黨的病毒啦 讓 讓傅昆琦來主導整個 惡法 沒收討論 沒收程序正義 黃國昌為了自己的政治利益 黃國昌 你甘願 讓傅昆琦 這種人跟你拔頭殼 讓傅昆琦跟你摸頭 黃國昌 你連 太陽花 都可以背叛 你這個人還有什麼不能出賣 外面 有很多 過去都是支持黃國昌的人 你敢去面對他們嗎 你整天跟他在裡面啊 對著手機撒笑啊 好像手機兒童 給他一支手機直播啊 黃國昌就好像擁有了全世界 你知道我們通過什麼惡法嗎 立法院如果叫人民或一般官員 來問話來參加聽證會 你不可以請律師 要立委同意 你才有權利請律師 這麼危險的法律 竟然可以強行通過 就是因為啊 有 黃國昌啊 配合傅昆琦 只靠國民黨的病毒 傅昆琦還不夠啦 還要再加上啊 台灣第一不要臉的人黃國昌啊 加開讓風鬼啦 傅昆琦啦 炒股票啦 用來一塊啦 炒股票 海市多少人家破產啦 啊這種人喔 現在啊 一個人指揮兩個黨 這是台灣啦 這是台灣啦 這是台灣的一個悲哀啦 所以我們要啊 呼籲所有的台灣人民要站出來啦 黃國昌啊 說要把你 大家大聲講 黃國昌啊 沒有傅昆琦你再來啊 你出來你出來 你現在說什麼啊 我等你啦 我在等你啦 你自己出來啊 你過來你過來 謝謝林郡憲委員的發言 謝謝林郡憲委員的發言 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